哟,这款景品还挺良心的嘛,居然给真家伙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那今天来开合一款雷姆的景品 是由SEGA出品FZ系列的雷姆 那包装是单层的吸塑,里面没有塑料膜的包裹 玩了这么多的景品,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世家的景品啊 整体给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那景品的细节我们从头部开始看齐 这一次在面向的刻画上倒是蛮新鲜的 你往都是那种非常可爱的表情啊 这种表情认真眼神坚毅的刻画还是蛮少见的 那你们觉得这次的面向刻画可以达几分呢 前发是透明零件,在发枪处有渐变的涂装 在后面是有着高光和阴影的渐变涂装 在头发质感的处理上确实可以给一个好评 而且在头发发式的细节处理上丝毫没有马虎 尤其是头顶的发式啊,有着较为精致的分色涂装 服饰的造型就是非常经典的雷姆女仆制服 你也看到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做工十分精美 有忠实的去还原出角色的特点 像是胸前黑白蝴蝶结的独立分件 以及身上诸多的黑白条纹印花 完全可以和一些手办不分上下 在服装的结构上有大面积的分件 这也就使得女仆装的层次更为的丰富 在罢口也是有着分件和精致的涂装点缀 腿部的动势向外开白,气场十足 好像是随时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微微向内的小内巴呢,又不失可爱 腿部的过气袜就是塑料成型色 脚上的小靴子带有黑色的漆面涂装 领培件当中附带的流星锤啊 链子真的就是一根金属链 流星锤和握柄上也是带有珠光漆的涂装 握柄插入在手心的时候有些偏紧需要用力 随后把铁链塞入另一只手即可 所附带的是白色的石色地台 非常的简约低调 那我们看完了本款景品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22年11月份 全高23厘米 国内现货价格一张出头 通过本款景品上架各处的细节 确实可以感受到厂家又用心的在制作本款景品 而且在做工和还原兔都十分不错 再加上流星锤用了金属的链子 这也就进一步的加深了景品的真实感 那以上就是本期五王王五王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五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